乍一看,大家以为这是水仙,其实这是蒜苗 大家好,我是乔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有的大蒜很容易发芽 有的大蒜不容易发芽 你看,这些农特产都是我从老宅拿出来的 这些大蒜都是自己挣的 现在还不到发芽的时间 应该过年前后才发芽 结果,现在就发芽了 大家再看这些不发芽 这是我没回老宅之前,我去买的 这是一点都不发芽 后来我问了当地种蒜的农民 他们笑而不说 不发芽,你不发芽的道理 你心里明白就好 要吃,你就吃发芽的 最天然的,农民家里自己采收 你自己吃的 我说我明白了 我这样说,大家应该也明白 为什么有些大蒜不会发芽 加了一种东西 这种东西我们不要说 所有的种蒜的人都知道 那么这些发芽的 我们也不舍得浪 今天就把它来做成大蒜苗 也可以自己种蒜黄 今年的大蒜可是很贵哦 我刚回来的时候 在我们这边的市场卖一斤大蒜十多块 回到农村老宅那边 他们的大蒜两三块 所以给了这么多 你看就在这个时间就发芽 想到这里你应该明白 这就是最天然的蒜 所以容易发芽 你看这个放在米笔里的 我泡了两天就长这么高了 这些发芽的我都用水来洗一遍 泡上一天 明天就可以摆在盘中 因为没有受过药水的浸泡 这些大蒜很容易发芽 看泡了一个晚上 芽点更高了 这里就像我们种水仙一样 摆在盘里就好 长出来的样子不必水仙差 关于大蒜的处理 对于我们北方长大的孩子来说 是一个很简单的事 从小就看见奶奶们这样 你当过年的时候大蒜开始发芽 就会这样摆一些 自己制作蒜苗 因为北方在过去交通不发达 是吃不到蒜苗的 过年就用这种方法 自己种去蒜苗 或者是蒜黄 种蒜苗用照射着太阳 种蒜黄就不要照射太阳 种了很多 用盒子来装比较多 到盒里去装一些沙子 在盒子里面积比较大 就可以把蒜一个瓣一个瓣的打开 这样蒜瓣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长得蒜苗或者是蒜黄会更加的粗粗 这只用沙子就好 不需要任何的肥料 用沙子和水 没有沙子就像我前面那个 种水仙一样就可以了 那样就一头一头的种 不要打开 这个要慢慢的摆 是一个细活 通常这样种出来的蒜苗 我们一般都是蘸酱吃 不舍得炒制 因为自己种出来的最天然 好了都塞上了 上面再撒上一层沙子就可以了 这样种植蒜苗的方法是最简单的 长得很快 三五天就可以做蒜苗了 这个绝对是最天然 如果你买蒜 看到发芽的 马上能吃 你尽量买带发芽的 如果不发芽的大蒜 就是被喷了一种东西 防止发芽 吃了甜酱的身体是有坏处的 上面撒上一桶水 浸透沙子 盖上盖 不见阳光就是蒜黄 见到阳光就是蒜苗 就像这个小冰这样 见阳光就长绿绿的 这个我都放在屋子里面 没有见阳光 已经翻天了 如果我一直盖着盖子 就会长得非常黄 现在打开盖子 让饭苗自己长 再长个两翻天就差不多了 现在也可以吃 可以煎两茶 这一盘我用来做摆设 我用黑带子包起来 长得非常糟 因为盒子里面是盖着盖子被压制 你看差很多 没有比较就看不出来 你看这个我一直在阳光下 根绪很发达 叶子也很绿 这个就放在里面黄黄的 这两个明显的对比 现在很嫩 剪下来就可以烫一下 直接拌虾仁吃 这个是最好的吃法 过年我们一定会种蒜 蒜就是好抬头 摆在这里就是一个摆设 跟水仙差不多 好了如果您的蒜吃不完 也可以这样蒸 蒸的很简单哦 种这一次可以点两茶 比种韭菜还方便